昨天炒上了晶片股 中芯国际981升5% 昨天华雄半导体更厉害 升1成 另外还有晶门半导体278 升1成半 相对ASM太平洋升少 升1% 市场有传闻 为了应对中美芯片竞赛 克服美国制裁的影响 被视为 国家主席习近平心腹的 国务院副总留学 将会是领导扶持 内地的芯片製造商 消息未获得北京方面的证实 你怎样看晶片股 值不值得跟进? 昨天很明显有反应 一旦有这个消息 芯片股立即移动 手机股又升多了 车股也升多了 这些都是间接地 是关于半导体行业市的版块 当然你说这一刻 如果领导去做也好 不是即时解决身边短缺的问题 我想那是气氛上推动 那两个方法 但是今次这个方向 当然暂时未完全证实 但其实机会性都有 因为始终都说了好几年 就是内地 自从早两三年开始 中美贸易战之下 其实都知道很多 科技里面的原材料 半导体这些 以往就很靠进口 就是靠美国 靠其他台湾 很多不同国家去做供应 但是在贸易战之下 或者是这么多政治环境之下 其实很害怕会被人所谓 握着一条颈 例如早年一说不准功课 就立即像华为那样 又有停顿很多的生产 所以其实也说了很多年 我们也想有个 所谓生产国产化的一个格局 想做到一些自给自足的方向 当然这个大家也知道 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路 就算这一刻你说做 或者真的做得好 不是一年半载就见得到成效 但是起码如果你说这一刻 真是去到昨天传道 连所谓留学都关事 大家会更加觉得是更加实在 因为始终如你所说 留学都真是一个被视为 就是习近平的最主要心腹 所以如果真是由他领军 当然相信做下去就不是他做 我想科技就未必真的在行 但如果真是他领军的时间 大家会觉得更加知道 执行得是效率会严谨一点 就是会加快 或者更加强去做这件事 所以自然对回内地一些 芯片公司 比如说华雄也好 中芯也好 会受害得到 所以你说昨天这样炒上来 其实不是没有这个道理 但是正如宣派手点 就是这些方向 一来未全正实 二来就是比较长远的路 所以可能经过昨天急升 当然今天也有机会 可能再升一升 但是升势上说 我相信可能会慢一点 甚至乎 可能过多两三天之后 当这个消息被淡化 可能又会先整股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看法上不是不好 但是不要觉得因为全消息 就等于这只身边的股 都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我想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看法 是你哪 Nej 唠世仁 还不能够 你就